三 二 三 二 三 二 壮丽烟花在夜空阵放 一年一度的101跨年烟火秀即将到来 阵风疫情趋缓 今年没有限制人数 就怕人潮塞爆 周遭危安及防疫措施 上进发条 跨年防疫规格曝光 北市府舞台前方围设管制区 会在松高松售及新仁爱路 设置三处管制点 民众入场得配合两体温消毒 及实联制 场内全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除了补充水分外 将全面禁止饮食 大批政报气毒犬严正一代 20名鹤腔实弹维安特勤 也全面出动 每小时在会场固定巡检 因为今年会场不限人数 预估晚间六点开始涌现人潮 警方派出近800名警力戒备 除了禁止毒品刀谢 和去年一样 任何气球类物品 也都禁止带入会场 以串联改道牌 及设置大型警备车等方式 设置三道封锁线 实施实体区隔管制 并利用空拍机拦截器 进行干扰 31号晚间7点起 行营计划区也将实施 三阶段交管 首先从7到8点开始 管制绿区 车辆只出不进 接着8到10点 再纳入一线路 仁爱路局区 禁止车辆进出 最后到晚会结束 凌晨3点前 管制蓝县区域 车辆同样禁止进出 疫情趋缓 担心民众 报复性跨年 北市烟火晚会 加紧戒备 就怕再生 疫情变数 记者杨中盛 黄玉兰 台北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